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人工智慧晶片巨头挥大NVIDIA通过其风险投资部门对量子运算公司Quantinum进行了首次投资 这笔投资是Quantinum正在进行的一轮总额高达6亿美元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悉,在该轮融资前,这家由霍尼维尔控股的量子运算公司的股权估值已达到100亿美元 Quantinum由霍尼维尔量子解决方案公司Honeywell Quantum Solutions 与剑桥量子运算公司Cambridge Quantum Computing于2021年合并而成 整合了硬体与软体方面的优势,是全球领先的综合性量子运算公司之一 此次融资将进一步巩固其在激烈竞争的量子科技领域的地位 Quantinum本轮融资吸引了多位重量级参与者 除新进投资方辉达外,全球知名电子制造厂商广达电脑 专注于金融科技投资的PUED Investors也作为新投资者加入 与此同时,现有主要股东包括摩根大通、日本三井物产、生物技术公司安进等 均进行了追加投资,显示出市场对其发展前景的强烈信心 Quantinum表示,本轮锁募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其在规模化量子运算领域的研发与商业化进程 重点包括,推动其新一代量子运算系统Helius的研发与发表 该系统计划于今年内正式面世 更为长远的目标是,公司希望借助这些资源 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通用容错量子运算 Fault Tolerant Quantum Computing 这一被广泛认为是量子运算真正走向实用化的关键里程碑 辉达此次通过风投部门首次投资量子运算公司 具有显著的行业象征意义 作为人工智慧算力领域的绝对领导者 辉达正积极关注并布局下一代颠覆性运算范式 量子运算被认为 未来有望在药物发现、材料科学、金融建模和密码学等领域 解决经典计算机无法处理的复杂问题 辉达的入场 预示着AI与量子运算两大前沿技术领域的融合可能加速 另据英国媒体TechRadar的报道 近日 这家美国GPU大厂辉达 与台湾晶片设计领导者联发科Miditech 公布了更多关于GB10 Grace Blackwell晶片的合作细节 这一深度合作 不仅展示了两家公司的技术融合 双方技术高度互补 合作关系紧密 更引发了市场 对于辉达可能考虑以730亿美元收购联发科的猜测 报道指出 双方合作的GB10晶片 是由联发科负责CPU与记忆体设计 并进一步结合了辉达GPU技术的最新成果 辉达借助联发科在系统单晶片SoC方面的丰富经验 成功展示了如何利用业界标准接口和通讯协议 将其与Blackwell GPU整合到一个紧凑且高效的封装中 具体来说 GB10基于台积电300米制程制造 整合了20个ARM V9.2 CPU核心和辉达最新一代 拥有31TFLOPS FP32效能的Blackwell GPU核心 双方各自包括10个ARM Cortex-X925核心和10个Cortex-X725核心 以及辉达最新的CUDA核心和第五代Tensor核心 通过NVLink C to C晶片间互联 支援高达128G的统一LPDDR5X记忆体 可提供一流的效能能效和连接性 能够运行超过2000亿个参数的大型语言模型 辉达与联发科在GB10上的合作 也引发了外界对于两公司 未来可能会有更深层次合作 甚至是辉达可能会收购联发科的猜测 事实上 辉达在GB市中对联发科的依赖 凸显了这项合作的战略重要性 联发科是智慧型手机SoC市场的重要供应商 而辉达正积极寻求将其采用ARM的晶片 扩展到笔电和ARM伺服器晶片领域 若能进一步成功收购联发科 将使辉达同时获得关键技术 和供应链的专业知识 虽然目前联发科的市值高达730亿美元 并非一笔小数目 但鉴于辉达近年来业绩持续新高 市值更是高达4兆美元 其财务实力足以应对这类规模的市场收购 对此传闻 联发科回应称 不是真的 业界则认为 此为一策 不仅并购价格过低 还需面临监管机关的严格审查 包括台湾本土 甚至在中国都不太可能放行 加上辉达现阶段 已经转型为AI基础建设公司 逐步从晶片端走向系统端 若收购联发科 对系统端的效益相对有限 外媒分析 这次合作进一步强化双方关系 也让市场一测 未来可能出现更深度的策略合作 不过 辉达过去曾于2022年 尝试以400亿美元收购案 却因监管机关以垄断一律否决 最终无疾而终 若真要收购联发科 恐将面临相同的挑战 业界人士指出 若辉达真有收购意图 730亿美元 恐不足以打动股东与管理层 过往半导体产业的大型并购案 收购一家往往至少需达双位数百分比 甚至高于市价数倍 因此 以现行市值推估的并购价码 很难获得联发科内部同意 此外 联发科目前为台湾市值第三大公司 仅次于台积电与鸿海 同时身为台湾IC设计龙头 对国家半导体产业具关键战略地位 在地缘局势升温 与科技自主意识抬头下 台湾政府对于此类收购案 势必采取高度审查 不会放行的几率极高 再者 研发科与中国智慧型手机产业 有长期深厚合作 中国政府亦不乐见 这家台湾核心IC设计公司 落入美国科技巨头之手 若牵涉国际竞争格局 北京当局势必强烈反对 将成为另一大障碍 另外 灰达现阶段早已转型成 AI基础建设公司 公司核心能力从晶片端走向系统端 合作的供应链也从过往的晶圆厂 风测厂 扩大至散热厂 PCB厂 产业生态链早已不尽相同 若收购联发科孔队 灰达在系统端的效益相对有限 由此 虽然灰达与灰达在GB10超级晶片上 展现紧密合作 外界对于收购传言议论纷纷 但在价格 地缘 监管机关 与收购宗效来看 灰达要真正开口 启动收购的几率相对渺茫 总体而言 任何针对联发科的收购尝试 都可能面临严峻的监管挑战 过去灰达收购ARM的交易 被监管机构以竞争担忧为由阻止 类似的情况 也可能发生在联发科的潜在收购案上 此外 台湾政府也可能不愿见到 其最有价值的晶片设计企业 被一家美国公司所收购 但是 无论灰达是否会进一步考虑收购联发科 GB10的推出 已经明确证实了 两家公司在技术和战略上 已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目前GB10是这两大科技大厂携手合作 共同实现技术突破的绝佳范例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